这是一场中国魅力 全球绽放的价值探寻 头脑风暴 聚焦三大产业的出海建成 文化出海 如何演绎中国风 科技出海 如何拓展新疆界 智能汽车 如何跑赢 竞速赛 一场中国企业与全球市场的深度对话 即将展开 文化出海 新三样 刮起强劲中国风 累积的流水和收入也是过百亿 很多网站上都是排行第一 排了没几个月 第一次你就把海外发行权就买了下来 为何都爱中国风 我想身体力行把中国的文化传播到伊朗 深度解密 破圈密码 整体的数据呢 已经是非常的强悍了 文化送出去 不如卖出去 中国风又该如何穿越周期 可持续发展 十年磨一剑 后机才有可能播发 理性和情感方面的共识共通 这是文化产品海外传播的通行证 《头脑风暴》特别策划 文化出海 中国风破圈正当时 精彩即将展开 让头脑进入风暴 让风暴改变头脑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走进本期《头脑风暴》 我是主持人刘业 近年来以中国网络文学 网络影视剧 网络游戏 为代表的新载体在海内外刮起了一股强劲的中国风 被称为是中国文化出海的新三样 他们以创新的表达方式和多元化的内容形态 向世界展现出其所蕴含的中国文化和中国魅力 我们说中国文化出海是一场奔赴世界的远行 所以今天《头脑风暴》的节目现场特别邀请到了 中国文化出海新三样的代表嘉宾 和我们的风暴智库观察员一起 我们来探讨中国文化出海的破圈密码 和可持续发展的未来 首先我们来看VCR 近几年 中国文化迎来出海热潮 从人世间被迪士尼买下海外发行权 风神第一部在海外41个国家和地区上映 到大国重工 大一凛然等网络文学 通过多种语言 多种平台媒介出海 再到由中国公司打造的微短剧应用 Shot TV RealShot等频频登顶海外应用商店榜单 视频短剧紧跟出海步伐 加快布局文化出海版图 与此同时 蕴含中国文化的永春 长城魂等舞台演出 也在海外相继亮相 获海外媒体高度评价 更值得一提的是 近期一款由中国游戏科学工作室开发 以中国神话为背景 基于西游记故事的首款3A游戏 黑神话悟空在全球爆火破圈 总销售已超过2000万份 总收入超过10亿美元 彻底打破中国无3A游戏的紧箍 为文化出海递交了一张优秀答卷 面对当下文化出海热潮 头脑风暴 意在探究起是如何引发海外受众的共鸣 海外受众为何喜爱中国风 同时 出海企业又是如何克服重重困难 抓住机遇持续创新 文化出海产业化落地的背后 企业又该如何穿越周期寻求规模化发展 找到文化出海的模式可复制性 头脑风暴 精彩即将展开 风暴演绎 为什么都爱中国风 欢迎回到我们的风暴现场 确实近期我们中国文化出海是频频破圈 掀起了非常强劲的一股中国风 所以节目一开始 首先我们来请现场的我们几位 文化出海新三样的代表嘉宾 来晒一晒各自出海的成绩单 首先 戴总 游族有怎么样的出海成绩单 我们游族有一款中国风的产品 就是少年三国制系列 文化出海新三样代表之一 游戏 戴琪 游族网络首席产品观 游族网络现已发行 少年三国制系列 女神联盟系列 飞色回响 新盗墓笔记 权力的游戏 领东将至 战火与永恒等数十款知名游戏 在全球积累一千多个合作伙伴 发行版图遍及全球两百多个国家及地区 累计近十亿用户 这个产品呢 其实在国内已经运营了要有十年左右 我们全球的注册用户有1.5亿 累积的流水和收入也是过百亿的 包括在海外各个区域 尤其是在日本和韩国 持续了很多时间的一个厂要榜排名 我们呢 是希望能够通过游戏这样一个产品和媒介 将中国的传统文化带给全世界 因为我们企业文化中有一条 就是科技传送文明 好的 那魏总 刚才VCR也说到了 人世间的版权被迪士尼购买了 其实这件事情引起很多人的讨论 为什么迪士尼会购买人世间 因为它其实是一个 我们中国的故事的这样的一种影视作品 人世间是在2021年拍摄的一部影视剧的作品 文化出海新三样代表之一 影视 魏同 北京一位文化创始人 剧版人世间策划 话剧人世间总监制 剧版人世间 曾在拍摄阶段 便被迪士尼买走海外播映权 前期预购 在国剧出海的案例中 上述较为罕见的模式 这个影视作品当时拍了没几个月 就跟迪士尼在谈 然后迪士尼就把这个作品的海外发行权就买了下来 好多人其实问过刚才我们主持人的这个问题 我们团队也讨论过这样的一个问题 我觉得可能有几点吧 一个是可能国外的群体 对我们中国这40年来发展的这么日新月异 发展的这么大的一个变化 是非常非常好奇的 我觉得可能想知道我们这40年来 到底是怎么走过来的 第二呢 人世间是一个小切口 是一个讲普通人的一个故事 我觉得普通人的故事 不管是我们中国还是国外 不管不同的民族 不同的国家 它一定还是能共情的 或者是说不具备特别大的一些文化差异 因为小人物的故事 我们知道它是全世界的一个讲述的方式 好 谢谢魏总 杨汉亮杨老师 白金作家 这是阅文 其实每年他要根据我们这些作家的作品的口碑 他的成绩 内容的价值 多个维度来进行评选 被很多人称为是叫网络文学界的风神榜 所以呢 您的这个出海的成绩 带来给我们晒一晒 大家好 我是天道图书馆的作者 横扫天涯 文化出海新三样代表之一 网文 杨汉亮 粤文白金作家 笔名横扫天涯 代表作天道图书馆 长期占据海外点击推荐榜双榜第一 被翻译成英文 土耳其文 法文等多种语言 入藏意大利作家联合会 英国查宁格图书馆等欧洲各地机构 我们在网上都是直接说笔名 笔名很少人知道 我的作品天涯图书馆呢 写的是什么儒道文化 里面有个配角 它叫孔诗 我这是以孔子为原型去写的 是写的一个诗道文明 就是一个老诗的世界里面 主角怎么作为一个老诗 应该是怎样去闯荡这个世界的 用了很多儒道的文化 忠识忠道啊 在国外还算是比较受欢迎 无论在起点国际啊 在法国啊 很多那个网站上都是排行第一 收藏一百多万 然后点击也超过两亿了 那金城金总作为投资人 我知道其实您也一直在投资和布局 整个IP的这个全球化 包括影视的这个全球化 晒晒您的成绩单 首先呢非常开心 今天能够听到 其实中国有越来越多的这种企业 尤其是文化的企业 能够走出去 风暴智库 京城 花花生生首席执行官 民官投资创始人 其实中国的文化出海 一直都在进行中 只是说之前可能 这个星星之火 还没有达到燎原的状态 但是我觉得文化出海正当其实 其实背后 实际上和整个国家的 整个经济的发展 是一脉相承的 另外呢 我觉得中国其实是一直有这个优势 从早期可能是 其实有很多国外的内容制作方 去拿中国的故事 包括花木兰 功夫熊猫啊 但是嫁接的都是西方的 这种工业化的内容制作 形成了这个作品 我觉得中国现在 整个的内容工业化的整个流程 无论是从最开始的影视 到今天的这个游戏 我觉得这个我们正在迎头赶上 我觉得当一个企业 能够看到这个文化产品 它是面对一个全球的市场的时候 它无论从前期的投资 制作一直到最后 都会是一个另外一个级别 那当年我也是投资了一部动画 电影叫《未来机器城》 当年我们投资了它 1.4个亿人民币 在16年的时候 这五片子就发行到了奈飞 我相信未来会有很多很多 中国的内容能够走出去 这个趋势一旦打开 它就是不可逆的 嗯 好 谢谢金子华 徐院长 我是这样理解的 其实我们在今天现场的 就有我们这个文化出海的 三支队伍 一个是电竞游戏 一个是网文 还有一个是网络短剧 包括影视 风暴智库 徐健 上海交通大学 媒体与传播学院副院长 那么这三支队伍 其实我把它概括为 中华术语 中华数字娱乐 我认为中华术语 可能会是在未来的一个 世界级的文化现象 它可能会成为 继好莱坞的美国电影 韩国的这个影视综艺 和日本的动漫之后的 又一个世界级的文化现象 也就是说 在整个中国应该来说 我们讲数字文化产业 它把它的这个本地市场 扩大为一个全球市场 而这个全球市场的某种程度 其实也是中国文化卵实力提升的 一个表现 就是我一直在多个场合讲 文化送出去不如卖出去 只有卖出去的文化 才是最受欢迎的文化 代表这种主动的接受 主动的接纳 你总 首先我们觉得 大概这么几个方面 也先给大家汇报几个数据 比如像游戏方面 大概现在国内游戏产业 大概是3000亿左右的一个盘子 出海的游戏市场 大概已经有1000亿的 这么一个规模 那在全球的这个游戏市场 国内的游戏产品 出海的规模 大概可能已经占到了10%左右 其实已经占比很高了 影视方面 也都是我们去年 大概全国的剧端 大概出海 应该是有4个亿人民币左右 这个总的体量不是很大 但是这个增速也是非常的高的 再有一个 就是其实最近非常火的 这个微短剧这个层面 它其实是 也是这个网文的 另外的一个形态 我们觉得它的一个延伸 在出海这边 这些比较代表性的这些平台 大概现在单月的收入 可能都有 都是过亿人民币的 这么一个情况 其实整体的数据 已经是非常的强悍了 一方面我们有 更好的故事去讲述 另一方面再配上 科技的多元化的这些渠道 我们中国的故事 也通过这样的一种 创新的方式 多元化的形态 更多的奔赴 我们的世界各地 那今天在我们的节目现场 其实我们的两位观察员 Daniel来自伊朗 但现在其实在互联网上 做很多的这些短视频 来传播中国文化 讲述你对中国文化的理解 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一种方式 来去做这样的一件事情 你对中国文化 有什么样的看法和感受和理解 对 首先我应该说 我非常非常开心 能在这里 可以分享我的意见 特别为了中国文化 观察员 丹尼尔 华东师范大学 国际汉语文化学院留学生 我来中国留个月了 然后在这段时间里 我感受到了很多很多美好的事情 比如说穿的韩服 这声音不是你自己选的吗 对对 自己搭配的 对对对 我是明朝的读书人 明朝的读书人 对对 然后在这段时间里 我有难得的机会 曾经在吩咐独裁的中国文化 从意识主性方面 都领悟大受震撼 我穿的韩服 很有文化的味道 我又非常喜欢中国的美食 比如说火锅 真的让我流连忘返 习主席曾经说过 我们住的是同一个地球村 我们要一起努力 固建人类民员共同体 这一点我非常非常认同 几百年前 伊朗中国通过西策之路 他们有很多贸易文化交流 但是现在我们通过一带一路 继续加强我们的友情 现在我想身体力行 为了中国伊朗友好 做出努力 把中国的文化传播到伊朗 促进交流文化 好 谢谢刘子贺 其实我知道您的这个公司 也一直在做一些中国的这种 汉服文化的传播 为什么会选择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以及为什么会选择 要去更好地讲好我们的中国故事 传播我们的中国文化 与中国文化结缘 选择这个赛道去创业 很多外国人就是留学生 对我们传统文化非常感兴趣 我认为汉服是门槛 所以我从汉服入手 然后去让更多的留学生 去体验我们的汉服 以及更多的传统文化 所以我们公司就选择 让留学生体验传统文化的方式 去拍成短视频 他们是能够帮助我们 在国外更好地去宣传 我们的中国传统文化的 我想通过他们去宣扬 我们的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 也是可以加强 我们中外的一些友谊 一些交流 促进我们的贸易 非常的感谢刘子鹤 我觉得其实我们今天台上的 这个每一位嘉宾 都在找到自己合适的表达方式 载体包括切入口 去更好地讲述我们的中国故事 让世界更理解我们的中国文化 中国风吹遍全球 现场嘉宾纷纷交出了 不错的出海成绩单 在下节节目中 风暴将继续解密 中国风出海破圈后的密码 故事里面镶嵌了文化 不是文化镶嵌故事 一定只有延续性 它可能才有影响力 让市场企业主体 去发挥它的核心动力 头脑风暴 特别策划 文化出海 中国风破圈正当时 马上回来更加精彩 随着我国文化的吸引力 与日俱增 文化出海也建成风潮 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国的对外文化贸易成绩 令人瞩目 据国家信息化发展报告2023年显示 截至2023年底 我国网络文学出海市场规模 已超40亿元 海外访问用户超过2.3亿 覆盖约200多个国家和地区 截至2024年3月 已有40余款微短距应用 成功出海 累计下载量接近5500万次 内购收入达到1.7亿美元 据2024年1至6月中国游戏产业报告显示 2024年上半年 我国自主研发游戏海外市场销售收入 85.54亿美元 同比增长4.24%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化和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 这是否将是破圈而出 加速占据全球文化市场份额的绝佳时机 面对语言限制文化差异等挑战 文化出海又该如何做到共情 达到文化无国界 风暴正在继续 风暴演二 中国风出海的破圈密码 好 欢迎回到我们的风暴现场 首先我想请各位来做一个选择 或者做一个表态 当下是不是我们中国风出海的好时机 甚至是最好的时机 请举牌 这个所有的嘉宾都一致亮出了yes 我觉得既然我们已经对于当下 是我们中国风出海最好的时机 达成了共识 所以我们希望来讨论一下 到底中国文化出海破圈 背后有没有什么样的密码 如何去破解这样的密码 首先我想请问一下徐院长 其实您之前也谈到过 您觉得我们的中国文化出海 卖出去比送出去更有效 为什么 其实现在对出海这个词 我其实是打个问号的 为什么 为什么这样的就叫 这个问号在哪 文化它本身是无国界的 我们一款好的文化产品 对外贸易做的好的产品 它首先是一个好产品 这个好产品一定是击中了人类的共同情感 只有在这个人类的共同情感 它让观众喜欢 它让观众上瘾 他才会愿意花时间 花钱去消费你这款产品 所以我们其实去看到的是什么呢 为什么我们现在关注这个现象 其实就是市场化的企业 把这件事做得非常的漂亮 我们其实长期以来一直在 试图把中国文化向全世界传播 但是效果没有现在好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我讲的 我们是把产品是卖到了全世界 为什么能卖到全世界了 是因为你的产品里包含了 全世界人民都喜欢的一些核心的元素 所以这个徐院长 在帮我们总结这个破圈密码 我觉得就这个问题 我们请教一下 我们三位这个文化出海的 这个新三样的代表 你所理解的 你的作品当中是如何去表达 我们说的破圈的底层密码的 大家现在对游戏寄予了特别高的期望 尤其是这个黑神话悟空 这个出来之后 所以我觉得可能对于游族来说 它是一个动力 也是一个压力 游族会做一些什么样的尝试 在产品的设计 研发 面向全球市场 我说实话 就是黑神话悟空这款产品出现之后 在我个人角度 我发现它其实是消费属性 是大于了文化属性 那么在这样的机会下 我觉得可以让大家好好静下心 去思考未来这个行业的发展 未来这个产品 我们其实要承担的文化的一个传播者 或者说是一个变相的 把这个中国传统文化也好 或者说中国的故事也好 去说给全球人民 或者全球的一些玩家去感受它 那么在产品面上 我觉得我们也会慢慢的开始 在工业化上面去做更多的一些承载 因为我们的行业的投入的 无论是程序还是美术 它是需要大量的精力和时间成本 去投入进去 所以我们也要去花更多的时间 在工业化的能力 达到一个顶尖的水平 才能吸引更多的海外的用户 甚至于常态化的去产出 更多的一些优秀产品 通过工业化的能力去放大和规模化 我自己从事的行业是影视 这几年大家做出海 第一我觉得影视类的产品 一定是表达人类最大公约数的东西 比如说承恶扬善 这些是超越了民族和国家的 这个是最核心和关键的 第二呢 它影视类的一些作品 或者视频类的产品 也是一种产品 产品的更多的是要营销 我觉得是吧 现在是酒香也怕巷子深的年代 为什么刚才大家 我们嘉宾都选的 现在是一个好的时机 我觉得营销的载体 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短视频也好 或者手机也好 这些的方式 可能给我们营销提供了一个 很集中的一些点 可能我们营销方面 容易找到一些抓手 这可能也是让我们的精神类的 或者文化类的作品 影视类的作品 可以在未来的时候 在大展身手的一个非常好的时机 其实刚才 徐院长还有魏老师都已经说了 想要把文化传播出去 它有一个内核 那就是故事 一个好的故事是一个载体 你每一个故事情节 你要设计出来 让读者欲罢不能 你把故事讲好了之后 你才能把你的价值观 或者你的文化 或者你的什么 再放到里面去 它潜移默化地去做做改变 故事里面镶嵌了文化 不是文化镶嵌故事 把故事先讲好 故事先行 对 把故事先讲 反正这个故事的时候 其实背后你的表达 你的文化 你的精神 它自然也就接纳了 而且里面还是有一些人类的共性的 那金总 我相信从投资的角度 可能也要看他的商业的逻辑 所以您觉得我们的整个的 这个中国的文化产品出海 您从投资的角度 如何去更好地理解 他的商业逻辑 首先呢 是我们要有这个自信 这个自信来自于两个方面 第一个呢 就中国华文明的 这个历史的沉淀 因为几乎所有好的文化产品 背后底层都是一个好的故事 而好的故事 恰恰是需要历史的时间的沉淀的 那第二个这个自信呢 是还说的 它一定和背后的底层的经济 是一脉相承的 我觉得中国这个过去几十年 整个从中国制造的 这种供应链的这种积累 到今天开始 中国的整个大的品牌的出海 就整个商业的这种出海 可能背后就不光是产品本身 实际上它也承载了这样一个文化 当然 我觉得从投资的角度 现在可能我们缺乏的一点点就是说 我们有产品出海 但是像我们做内容一样 内容是要嫁接在媒介上的 那我们在很多平台和媒介的 全球的这种机会上 现在才刚刚开始 我觉得下一步怎么去 跟科技的去结合 然后从而能够承载一部分的 更多的话语权 而不是仅仅我们把内容卖给某一个平台 我觉得这个可能从商业上 是一个比较大的机会 然后另外一块呢 我觉得就是文化的出海 一定只有延续性 它可能才有影响力 它的产业化的运营 使得这些文化内容 会影响到真正我们 日常关注的意识住行 那我们文化内容的这些影响力 是不是也有产业化的团队 去持续地在国内 在国外去运营它 保持这个文化的热度 而不是坎化一线 我觉得这都是我们从投资 或者甚至从创业价值 创业上面 我觉得今天最有价值的几个方向 其实我觉得有一个非常大的趋势 整个国内过去的这个 五到十年的时间 互联网的营销 或者说运营的手段 其实目前是非常领先全球的 比如像这个TikTok 到了海外短短的几年的时间 对吧 现在注册用户已经超过19个亿 那包括我们这刚才提的 像微短剧 在国内刚出来的时候 大家对它有一些这个非议 但是你把它现在 这样的一个产品形式 到国外展示之后 快速增长 这个对于海外的 尤其是过去欧美这种 他们过去传统的产品的形式 其实有非常大的一个不同的 这种依靠互联网 帮助我们的各种各样的 国内的产品 在海外做了一个 很大的一个宣传 跟推动的作用 甚至在刚才金总提到 你们整个的这个大国实力 在全面的出海 好 谢谢李总 其实我本身也是Daniel的粉丝 我发现你这个阳琴 谈得也特别好 对 对 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表达 我不知道今天在节目的现场 我们有没有机会 可以听到你现场的演奏 好 谢谢 可以吗 我的荣幸 好 谢谢 此处应该有掌声 谢谢 我刚才那一刻 Daniel在台上的这个 这个洋琴的演奏 也让我们强烈地感受到了 这种无国界的 这种文化传播的 这种穿越的力量 所以Daniel 为什么会选择用这种音乐 和洋情的方式去讲中国故事 我觉得来中国六个月了 很短时间 但是我深深深的 但是我深深深地吸引了中国文化 比如说人们的行为非常有礼貌 很善良 很友好 文化交流 让我选择这种方法 尊重中国人 因为他们真的热情地招待我们 这是我的荣幸 比如说演奏这种事情 在乐曲声中 我们真实感受到了文化无国界的共情能力 在接下来的节目中 我们将直面文化出海的种种挑战 继续深挖中国风破圈背后的创新模式 我觉得出海一方面 我们刚才已经晒过成绩了 但是我相信首先一定会有挑战 这个挑战包括 我觉得文化差异带来的挑战 包括整个商业规则和商业环境带来的挑战 所以我想请三位来分享一下 我们在出海的时候 所直面的挑战和如何去克服这些挑战 核心我觉得有两部分吧 一部分应该是人才方面 其实这些人才方面 除了我前面说到过 是研发相关的一些人员之外 人才 本地化的人才的积累 其实也很重要 因为我们很多游戏产品也好 文创产品也好 它到一个国家一个地区 它不是简单的文字翻译 它是需要去把这些内容 适合到本地 适合到相对应的文化群体的接受程度 之外还要保留中国文化中 或者说传统文化中的一些美感 第二部分呢 其实现在我们获取用户的成本越来越高 对于品牌的建设 或品牌的建立 其实有很多的投入 我们是希望 在一个产品 或一个企业在海外 我们相信一定是要通过品牌的长线经营 或者说长期的去维护 把这个品牌给用户心里 带来一个很深刻的认知 让用户觉得我一看到你的品牌 我就知道你背后的产品是什么 在这样一个经营过程中呢 我们对于品牌的要求 包括产品的持续性就会很高 所以一方面是人才 一方面是品牌 这是两个挑战 如何去克服 人才的积累 它不是说我花钱可以解决的 是 它需要的是什么 是需要你要提供平台 需要提供更多的一些项目 包括你的企业文化 品牌这一块呢 我们也是在逐步的 在我们的几根核心线 尤其是国风 像少年三国志这个品牌系列 我们背后的这些故事 是需要更多的这种融合性 或创作性 去适应现在年轻人所喜好 比如我们那款产品已经有十年 其实他的当初的玩的那批人 年纪已经起来了 审美也变了 所以我们也在不断地去进化 不断地去改变 去融入更新的用户所喜欢的一些内容 这个问题是我们也一直在思考的 我想简单两个方面 一个是硬件 一个是软件方面 因为在海外的话 其实面临着更多的不确定性 当面临这个不确定性的时候 如果我觉得有一些好的政策 或者好的扶持一些东西出来之后 可能让我们这些企业或者从业者 心里面可能有底 软件方面呢 人才是一个点也是一种理念嘛 我觉得创作一种理念 刚才我们大家都谈到了 理念我们的表达 我们的一些主题 其实都应该任务细无声地藏在故事的后面 对吧 软件还有第二方面 我们刚才聊到黑神话悟空是吧 那我们这个西游记呢 是一个很经典的IP 基本上每三到五年对吧 都有大的项目 我觉得我们现在也值得把我们中国 原来很经典的东西 再让现在的年轻人再重新讲一下 我们再用新的方式 再讲述一遍西游记的故事 《红楼梦》的故事 还有像水浒啊 三国这样的 从我们创作者的角度呢 就是说肯定要是源源不断地创作出 更好更优质的故事出来 这是最重要的一点 第二呢 好的故事怎么去传播出去 像我前段时间我去英国的时候 我就参观了很多家的书店 他们每一个国家 有些国家的作家 它会有一个专区 我去找他们中国的专区就找不着 日本的专区可以找到 因为他们日本的专区里面 有很多漫画在里面 它就吸引了很多的年轻的读者啊 像我们网络文学呢 在国内已经有五亿用户 但是国外呢 传播量 已经有两亿用户了 但是还是有很多人是不知道的 很多国家看的还是书籍 就是直至满的书籍 所以这个传播途径 我觉得扩大化 再配合上好的故事 更优质的故事 肯定咱们出海就势如破竹 很受启发 两个问题 第一个战略问题 其实大家形成了一个共识 接下来在这个方向上怎么跑 其实就是涉及到很多的 这个战术问题 第一个维度 对小企业而言 我认为核心的就是讲故事 把你的产品打造好 现在市场发展的本身是什么 就是说我们的企业 我们的文化出海 能取得成功 是受众在投票 而且是全球受众在投票 是他们把我们的这些文化产品 捧上了这样的一个皇冠 所以我其实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趋势 全球互联网的时代 用户的数据 对 是一票一票投出来 一针一针点出来的 刚才金总其实也提到了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所有的文化销售 其实基本上依赖两个大平台 一个是安卓平台 还有一个是苹果商店的这个平台 某种程度当中赚的最多的是这些平台 中国也有一个企业 比如说TikTok 就是在这个文化出海的过程当中 我们的全球性平台 它的这个崛起 其实对于我们整个的这个 中国文化软实力的输送 它是有着关键的叫基础设施的作用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基础设施的 这样的一个跑道下 更重要的就是我们文化企业 就是各占其能 所以如果我们战略已经是定下了 其实接下来就是战术 而战术我觉得是应该百发齐放 百家争民 让市场企业主体去发挥它的核心动力 政府做的最重要的工作 就是拖一下 通过本节节目 我们从嘉宾们的讨论中 得出了文化出海的时代逻辑 创作逻辑与商业逻辑 在下节节目中 我们将从全球经典案例中受到启发 继续关注中国风出海背后的模式可复制性 只有一种资本能够支持到这个行业 就叫耐心资本 不光投入的是资金 甚至投入生命 在这种自信和开放的大格局下 文化出海才能终成正果 头脑风暴特别策划 文化出海 中国风拓圈正当时 稍后更加精彩 在九十年代 日本动漫 如《圣斗士星石》 《龙珠》 以及《多拉A梦》 等纷纷被引进国内 EPP80后 90后们 也在电视光碟中 感受到了外国文化的影响力 随后 《哈利波特》系列 也以其独特的魔法世界 吸引了无数中国影迷 成为一代人的成长记忆 这些国外文化的引进 不仅丰富了中国的文化市场 也让我们看到了文化交流的巨大潜力 如今 中国文化出海破圈正当时 但也让我们反思 为何六十年代 就以爆火的中国经典IP 大闹天宫 却到今天因为一款游戏 才走红全球 中国经典文化 为何会经历如此漫长的等候期 同时 面对全球经典文化成功案例 我们又将有何启发 什么才是当下 中国文化出海的最优路径 文化出海产业化落地的背后 企业又该如何穿越周期 寻求规模化发展 找到模式的可复制性 风暴正在继续 风暴眼三 中国风如何持续发展 刚才这个VCR唤起了很多 我们童年的记忆 大家都会有很多的这个共鸣 所以首先我想请问一下 大家从这些当年非常成功的 出海的这些国外的文化现象 或案例当中 我们能够得到一些什么样的 启示 启发 我觉得我们能够看到的是 他们其实是有一个持续性 包括它的变化和迭代和思考 因为就像刚刚那个视频 举到的一个例子 就是西游记 最早我们是从动画片 走向海外 这次是通过游戏 那其实它是有一个代际的断层 当一个品牌 一个RP 它要持续地去 有新兴的内容 有持续的一些滋养 它才能让这个品牌 产生它的持续性和它的价值 第二点 我觉得还有一个是质量的问题 就是黑神话悟空这一次的出圈 其实很重要的一点是它的品质 说实话 是这个游戏行业里面第一款 3A级 对 3A级的单机动作游戏 这个是打破了欧美 或者说海外的一些厂商的垄断 所以它对于我们中国游戏开发商 或者说文创行业 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激励 是能够让大家觉得 我们也可以通过 现在的一些新的技术手段 去做到行业顶级的水平 去有新的突破 去创建新的价值和品牌 首先我说要坦然接受这个现实 现在中国的文化 为什么在这个点出海 之前为什么会有一些断档 我觉得这都是非常非常正常的 那我觉得有分为几点吗 第一 我觉得一个国家要做文化出海 首先国内的需求 就今天整个国内的这个市场 对于文化 对于文化产品的需求 是不是处在一个开始爆发的 这样一个节点上 是不是一个高速增长的 精神文化的需求 第二 我觉得任何的产品往海外走 你还是需要跟很多的这种 包括资本的这种结合 那这里面就要特别强调一点 文化行业背后 尤其只有一种资本 能够支持到这个行业 就叫耐心资本 因为文化行业 它就是一个十年磨一剑 慢工出细活的行业 这就是文化行业的一个本质 它叫后积才有可能博发 但它一旦博发之后 它的肠位极其的长 因为它能够影响到的是 跨代赐 跨国界 甚至跨很多民族的一个产品 那第三个 我特别开心看到 像今天黑神话 能够有这样一个 它的确是有耐心资本 折服了很多年 那今天的商业上也取得成功 那这样就会吸引到更多的资本 更多的人才进入到这个行业里面 最后一点 就是科技的运用 我觉得今天中国在 很多细分领域的科技的水平 其实也走在世界的前列 文化很难出海 出海的是文化产品 而文化产品背后 能承载多少 今天中国的科技上面的 这些产品 能够承载的中国多少 在供应链上的优势 我有几个思考 一个是我们刚才也有嘉宾聊到 它的作品都是系列化 持续的开发 像我们刚才《圣斗士星史》 还有像漫威的很多的一些影视剧 其实它漫画的时间 甚至花了30年40年的时间 非常长的一个沉默 或者非常长的一个持续期 那我们现在做一个作品 可能3年5年就希望它得到 什么样一个结果 我觉得肯定还是需要有耐心 不光是个耐心资本 就是你做产品的同时 一定也具备自己的耐心 具备自己跟它一起成长的 这种勇气 第三我们都看到 它这种产品的形态 它一定是非常多元的 它首先是有小说 有漫画 还有影视剧 还有游戏 非常非常的多元的形式 所以从这点来说 我觉得我们做IP 特别是国内的从业者 我也希望做一个产品 我们能有一个多元的形式 是吧 大家会积极地为一个作品去投入 不光投入的是资金金钱 投入的也是自己的时间 甚至投入生命 这件事才是值得的 所以还是要回到耐心 后机才能勃发 没错 对 我也在思考 60年前 就是这个大老天空 它就是一个好的作品 但是为什么没有延续下来 就是本质而言 60年前 它就是一个文化事业 不想着赚钱 它就打造一个好的作品 然后到处放 免费放 它其实就是更多的 会去强调它的教育意义 会去更多的强调 它的一些公共属性 但我们现在就说 我花了多少钱 我就买了这个东西去消费 我很开心 但是在消费的过程中 它潜移默化地 去感知你中国的文化 比如说它去看我们的 黑神话悟空 它就会对这种东方美学 感兴趣 它就会去研究 我觉得影响的 不仅是全球受众 我们很多中国青年 他会跑得到山西去 看一下小西天是什么回事 所以其实一定就是 我前面强调 文化的核心 第一要义先卖出去 卖出去以后 让受众耳如木栏 去感知你背后 博大今生的这种文化精神 好 谢谢徐院长 关于文化出海 我们确实看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势头 增速非常快 当然 现在总体的体量和规模还比较小 要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 我觉得我们有以下几个方面要关注 首先还确实要依靠我们非常优秀的作品质量 过硬的质量才是传播的基础 第二个呢 我觉得现在我们的质量不只是体现在制作方面 我觉得还是需要有一种非常好的跟其他人类文明能够沟通的一个共同的价值观 或者说理性和情感方面的共识共通 这是文化产品海外传播的通行证 第三是当下非常容易被忽视的一个问题 就是反过来我们的创作者 传播者 运营者和管理者同样要去积极地拥抱全人类文明中的优秀成果 加强对外互动和交流 而不只是考虑单方面的输出 就是要在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的同时 在更加主动地传播中华文化展示中国形象的同时 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国际人文交流合作 更加积极主动地学习借鉴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 只有在这种自信和开放的大格局下 文化出海才能终成正果 就像刚才各位嘉宾所说的 中国文化出海破圈正当时 当然我们也希望我们的中国文化 从出海到出彩 从创新到用心 在我们所有的行业从业者的共同努力之下 让世界更强烈地感受到我们的中国魅力 再次感谢各位参加本场的头脑风暴 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 我是刘烨 我们下期再见 我很欣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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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夫婷可以收到我上一大字元 非常嫣欣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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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eminism 可以time财地